做home的部分 那home的部分的話呢 首先第一個要長像這樣子上面一個圖怎麼放所以第一個請你切過來 那你會發現我們目前就已經做了總共會有 第一個頁面在這裡 他長一定是頁首頁尾中間內容 第二個在這裡所以你可以這樣點有沒有 然後順便你也可以看一下 只要這邊點了這邊會跟著改 有沒有所以點這個 他會跟你講說這個區塊呢 他對應到的程式就是這個區塊 然後他外面一定是一個DIV DIV有點像你可以講白話就是他一個板塊 一個板塊 裡面的話呢他的Data Road就是他這個 他這個所扮演的角色 叫做page他就是一個頁面 然後呢他的名稱叫做home OK就我們剛剛 一定會有header 也是一個DI所以一個板塊裡面又有三個板塊 三個板塊裡面第一個板塊 就是 夜首 內容 夜尾 其他都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 你有頭要有尾 如果有頭沒尾的話 那 這個就會發生錯誤 有沒有 有頭 DIV 一定有尾 他的頭在這裡 尾在這裡 那 夜 他裡面的這個夜首的頭在這裡 有沒有 DIV 他的尾在這裡 內容 有沒有 然後 夜尾 一定是一對的 缺一不可 OK 缺一個 這個網頁就壞掉了 壞掉的話呢就沒辦法run OK 接下來的話 Page1 Page2 Page2 我們先 先針對什麼 先針對home好了 那所以第一個我希望 把這個夜首的地方 放一張圖 那圖在哪裡 圖他的位置是 把是在那個 雲端上面這邊 所以我剛剛講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他會下載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 請你把它怎麼樣 把它放到我們網站裡面 怎麼放很簡單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放開 進來了 Logo就跑到你的網站裡面了 看得懂意思嗎 會不會跑太快 下載嗎 有沒有 拖進來 對對對 OK 有些地方是可以這樣做啦 OK 拖 他就過來了 在這裡 還有加一個音效 OK 如果沒有音效要自己加一下 我只是敘述一下 我怕各位 不太了解我在做什麼 因為其實會做得很快 兩三下就好了 但不會做的人 光卡一個地方就卡很久了 OK 所以呢 就是把圖放進去啦 就這麼講白話的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再把這個圖 放到這個home的夜首的這個位置 所以把夜首兩個字 有沒有 把它刪掉 先不要刪 先當個座標 把這個圖怎麼樣 也是一樣可以用拖拉的 放開 他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放這 要不要替代文字 不要 要不要什麼描述不要 按確定就好了 圖就過來了 你可以怎麼樣 放大縮小 這個的話你還可以調小一點 大小這個可以調 可以這樣調 你可以調寬 字不要的話就把這個兩個字 刪掉 OK 這樣的話 我們的圖就進來了 不過理論上 一般習慣會把圖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這邊可以清資料夾 一般會 建一個資料夾叫什麼 叫 image image 有沒有 一般習慣上會把這個圖放進去了 在image就放這裡了 不過如果你不這樣做也沒關係 只是說 你將來如果圖太多的話 如果散亂又有圖又有網頁 放在一起感覺會搞混 所以通常會在這邊新增一個 image資料夾 按右鍵有沒有 新資料夾 image然後再把它拖拉進去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有一張圖了 你可以 即時 現在即時看會不會有什麼效果 好像也 有一個 不過他 出現問號 為什麼呢 最後可能要把它存檔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 你做完好像把它存檔一下 你可以即時看一下 run一下 不過 他這個效果有些 即時會發生錯誤 所以最好你可以用這個瀏覽器 可以用IE看看 這邊有個ChromeIE看一下 然後剛剛這個地方他會要不要允許 允許一下 叉叉 為什麼 可能有可能是因為我剛剛路徑改了 我把它拖拉到這個image裡面 所以這個我看一下 他的原始檔 這個如果要正確的話應該是 加一個image反斜 應該 跟他講說我已經換了位置了 不然的話他變叉叉 OK 剛剛 在image裡面 你自己找一下 那把它save一下 應該這樣就OK了 OK 把它儲存一下 然後 再run他一下 出現了 OK 所以是應該位置錯了 大概這樣子 那塗出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 再做出 那個 後面的部分 就是這個 這三個東西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按鈕然後底下三個清單 那這個我想稍微相對比較困難 我們先把 Page1 Page2 Page3有沒有 這三個頁面裡面東西先完成好了 那裡面的東西基本上 我們就是放在哪裡 Data嘛 這邊有個Data對不對 剛剛是放圖嘛 現在是放Data Data裡面的話就是 第一個是最新消息 所以 他的標題 你把Ctrl C 然後切過來的話 這邊標題就是 什麼 最新消息 然後呢 那他裡面的內容 就是把這個底下的東西 複製 然後複製之後的話 一樣貼到內容裡面去 這個就他內 但是這個裡面內容 可能就變成這樣 細項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這裡面呢 先做一件事 就是把他改成 選起來之後有沒有 改成項目符號 這邊有個項目符號嘛 但是他好像有多一些空白行 有沒有你就把這個空 因為多一個空白他會多一些一個 一個點嘛 所以你把這個稍微排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就會有一個 我們的那個所謂的最新消息 OK 最新消息 就做出來了 OK 再來其次的話 第二個頁面這邊嗎 第二個頁面做什麼 第二個頁面其實就是 一樣的道理 新書登場 然後把東西貼過去 一樣嗎 這個貼過來 貼內容就貼什麼 貼底下這一串 OK 這樣嗎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其實就是反正三個頁面 我們將來的話 所以如果好像這邊有多空白 你就把這個多的空白把它刪掉 把它再排版一下 然後最後一個的話呢 就是 認證課程 就是底下的東西 那實際上 未來你們可以把它改編一下 裡面不一定是三個可能四個五個都可以 把這些呢 貼到內容裡面去 但問題就是說你現在會有個問題你要怎麼切過去 切到 這三個頁面 以前我們是做超連結嗎 就是如果做網頁的話 基本上就是 做個 超連結 有沒有 這個首頁裡面 超連結第一個的話 假如說我要最新消息 那你可以怎樣 切過去的話你可以 這一個 最新消息 怎麼切過去呢 如果是網頁的話 就是按右鍵是不是有超連結 如果沒有超連結的話你可以選取他之後 在他的下方 會有個連結嗎 有沒有 這邊沒有連結 那連結的話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現在並不是一個網頁 而是一個頁面 所以如果是一個頁面的話特別注意喔 頁面 因為我插入JQMobile頁請你前面加個 那個頸字號 然後告訴他說 這切到這個叫page1 所以這邊打個page1 就是剛剛那個頁面就對了 然後另外當然呢我們enter一下 另外也可以什麼 就是新書登場然後一樣的動作 就做什麼 一個頁 貼過來這邊有沒有 這邊一樣的 其實偷懶一下應該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選起來 這邊把它貼一下 這邊改成2嘛 enter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個嘛 就認證課程 那我們這樣做完之後就可以試試看 如果他可以 切過去的話 那表示應該 就是成功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page1 選起他對不對 底下連結 然後一定要加緊 然後呢這邊加一個page3 Enter一下 OK好 那最後測試看看能不能切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可以下課 OK 如果不行的話繼續做到 可以為止才能下課 或是開玩笑的 或是開玩笑的 即時看一下 這邊有連結吧 點下去 切過來了 有沒有 上一頁的話呢 這邊有沒有上一頁 這邊有上一頁 然後在 認證課 金珠登場 出來了 再上一頁 認證課程 可是你會發現喔 雖然他這邊有超連結 但是醜醜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他變得稍微漂亮一點點 如果像這個在手機上看 人家會覺得說 你這個app 實在是太兩光了吧 感覺這個一點都不像手機上面的app 反而這個 所以我們後面會講 怎麼樣把這個 這兩種效果 把它放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 這邊會多 一個 這個要把它拿掉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那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請各位就是 把剛剛後面東西分別貼上去 OK 2的話呢就是把上面的標題貼過 然後加一個連結 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即時 看一下能不能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樣的話呢今天 就是先 可以連過去了 有三頁 那下一次 我們再來講 怎麼樣讓他變得稍微漂亮一點點 可以具備有那個 就是稍微 多一點點功能 然後後面我們會慢慢再加多一點的 文字多一點的圖 多一點的效果 然後讓這個App變得更漂亮 最後呢 其實做完了 就也要能夠裝在手機上才算數 如果沒有裝在手機上 那這個都是空的 這個其實充其量就是一個 假的App 實際上是利用 用網站 把這個東西轉 轉成App 不過其實說真的 即便你現在 網路上 就手機上很多App 實際上也 都是利用類似的技術完成的 所以如果你有概念的話 未來要設計App 就不是什麼 太大問題 當然也希望 你們將來 你如果 畢業專題製作 是不是 最好也可以有QR Code 人家少了可以裝 一個 比如說 你這個專題裡面 相關的App 直接就讓他裝在手機上的話 那會更好 甚至你將來 的履歷表上面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弄一個 App 直接QR Code 我的相關的作品都在上面 直接點 或者甚至自傳也可以做一個App 如果你的自我介紹的自傳也就是一個App的話 然後直接面試的時候直接又請面試官裝起來 這樣感覺完全是不一樣 你的作品就通通在裡面了 這感覺會 完全完全是不一樣的 OK 當然最好未來如果可以的話你也可以讓人家直接在像Play商店 或者是那個 iPhone上面 有那個App Store上面也可以安裝 那會更好 好 那今天 就先講到這裡 所以回去有時間 請各位就是再多多練習 我會再把那個今天的影片 先把它 傳到YouTube 然後再 再貼到Poto 你們有些細節再自己看一下